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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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今天就有限 和大家一起在這裡 學習關於佛教的知識 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對佛教都很了解 所以我現在首先要感謝 這裡佛教青年協會的會長 阿燕會長 還有梁副會長 以及全體的同事 這裡的職工 同時可以感謝他們 更加要感謝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 從百忙中超多時間來這裡聚會 聽我來 簡單的 講關於佛教方面的知識 本人對佛教 或者所知都有限 雖然是出門 也不是很長時間 羞恥也有限 如果有錯誤的地方 講錯誤的地方 或者不如佛的地方 請多多報效 及指正 多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現在呢 我首先 在沒有講 我們就 這個 歸的意義之前 我先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听一听 希望你没那么闷 希望大家捧牢 话说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姓什么就忘记了 他当时就很想出家 一个人很想出家在唐朝的时候 他意思就是他跟他太太商量 跟太太商量 他说我现在30岁了 当时他30岁了 他说我想去山那里修行 问太太好不好 当然了 30岁了 太太当然不是很想 太太就阻止他 他说现在事业都未成功 等多几年再看看 哎呀 现在也不迟 30岁了 所以呢 当他听太太这样说之后 暂时按下五台了 义士到了四十岁 有十年时间 他有时跟他太太当 他说我现在四十岁了 我真的想出家去修行 那太太呢 又跟他这样说 他说你现在 又跟他这样说 你看我们儿女 就是我们儿女还这么小 可不可以等多几年 等子女大一点才去 四十岁 子女相信也不是很大 等多几年 等子女长大一点 义士又没有去 转眼间 又到了五十岁了 那又是再跟太太说 那太太呢 又是这么说 她说再多几年先 等我们儿女 能够成家立业先 那你走了 那儿子女怎么办 还没成家立业 那又义士没有去 五十岁都没有去 五十岁又去不成 那谁知道多了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那年 那她的太太呢 那又磨研磨研磨研 去世了 走了 那又很不幸 太太太走了 五十五岁那年 五十五岁那年 都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照顾 那义士又等到六十岁 一样是没有心去修行 老婆又走了 子女又走了 只剩下一个男人 那六十岁还是没有心去修行 没有心情 那一路等到七十岁的时候呢 那样子没得罪等了 那就立定主义 那就去一间佛寺 要求你这次真的要出家了 要受戒 要辞职受戒 七十岁了已经 那这间佛寺呢 就是我们有些在座的 可能有些听过 四祖道信禅师 四祖 禅宗的四祖 道信禅师 在这儿做相寺 当时的四祖呢 禅师呢 他们七十岁已经叫老人家了 就是好像我们一样的 他说你老到这样的地步 才来修行 他说你可以做些什么啦 因为以前呢 出家人呢 出家要做很多东西的 就比较享福一点 那现在出家人呢 就比较享福一点了 是吧 他说如果你真是有办法的话 他说再转个身体来啦 他说我等你 意思是你能够投生 再做人的话 就是我等你 就是我们人呢 走了之后呢 不一定下世可以做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看我们的业力 有没有一个福报 如果你没有一个福报呢 做不到人 有可能做畜生 有可能做其他东西 有四生嘛 胎 胎 暖 湿化 四生 胎 我们人是胎生属于 牛都是属于胎生 很多人是胎生 包胎生的 胎暖 暖就是胆生的 鸡就是胆生的 胎暖 湿化 有些是湿性生的 有些是变化生的 有四种生 那我们人呢 是胎生的 在四生之中 我们的人呢 全是高的 所以又要看我们的福报 所以说呢 对佛教来说 我们要不要修就是这样的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世做人 下一世一样可以做人 十八年后有一个可汗 未必的 那后来呢 是否看到他这样呢 就随便安排一些工作给他做 那没有办法啦 他又真的想出家 又这么老 有心出家 那就算了 就安排一些工夫给他做一下啦 简单的工夫 那你就叫他去呢 当时呢 当时那个佛子的前面呢 叫他去种那些虫树 种那些虫白树 种虫白树 然后呢 但是呢 天天去种虫树 去山地种那些虫树 那些虫树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虫树 是幼叶那种呢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这位老人被四祖道信仙诗说 越来越激烈 自己想 三十岁又不出家 四十岁又不出家 五十岁又不出家 等到七十岁 变成老庸了 真是可以做什么呢 无气无力 所以想起来 有一个晚上他就打坐 善坐 幸好他会打坐 那入庭 在庭中 就局察到 他的太太 即是以前的前妻 即是生前的妻子 已经去投胎了 他在庭中可以观察到 已经去到头胎 还可以做到人 已经有十五岁了 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那一年他就走了 现在他七十岁了 即是十五岁 十五年了 这位老人 这位老人 摆来摆去 以示和四祖道信神之 就是十五岁了 这位老人 要下山去 要下山去 就是在那里 都没有什么心机 下山去 到处走 走着走着走着 有一天 到了山溪边 刚刚看到 那个前世的妻子 在那里耽水 傍晚的时候 在那里耽水 这位老人 那位老人家 于是就行前去 跟他打个招呼 跟他打个招呼 而且说 他说 我因为赶路 现在天色 已经夜了 那可不可以 请问 借虎尚一宵 那前世妻呢 那见他有一个老人家 又是修行人 真的有点可怜 有同情心 妈就 于是答应他 他说 好了 他说我带你回家 我问一问父母亲先 因为那十两岁女孩 他不敢抓住 继续 要问一下他的父母亲先 看看同不同意 他自己便同意带她回去 结果呢 算是幸运 他父母也同意 他说好 在这里住一晚 给他住一晚 意料不到 第二天一早 发现这个老人家 过世了 所以以前的人很多 老的那些不流宿 七十岁老人家 真是很危险的 现在七十岁都不算老 以前的七十岁算很老 是不是 过世了 在家里 他的神色就不会走 虽然人过世了 神色还不会散 神色就附在他那里 他家中的门前 有一棵梅子树 青梅 酸梅 梅子树那里 就在他家的前面 有一棵梅子树 很大棵的 他神色就附在那里 就不走 就附在梅子树那上面 于是刚刚那个梅子就结枝了 有一些都很大棵的 有一天 他的前世猜 刚刚发现到梅子树上有一棵梅子 长得特别大粒 又旺又熟 都很想吃 因为酸梅 很多人都喜欢吃 听到他流口水 于是他就摘来吃 摘来吃 被他摘来吃 真是奇怪 吃了一粒梅之后 从此 女仔竟然有了三棵 自己有了三棵 那肚子逐步逐步大了 肚子 父母肯定会知道 母亲的父母知道了 见他一天一天大土 还未嫁人 于是便宅骂他 他说你现在未嫁人 应该会大土 敗坏门风 因为以前是好吃的 很严格的家教 很严格的家教 这样的情况 父母一拉之下 就把他赶出家门 赶出家门 赶出外面 不要了 没有办法了 那女仔 不可离合了 是吧 父母不要 怎么办呢 赶出家门 那么唯有 到处去行客 又不敢去 找亲戚 是吧 没有面子 但是他自己又反省 是吧 自己为什么呢 就没有做过不愧事 是吧 他又不想吃了粒梅有什么奇怪 只是想自己没有做过不愧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想自实 想自尽 但是又不甘心 是吧 因为自己知道没有做过什么 肚子又大了 当然他不知道是有儿子 肚子大了而已 那后来呢 他就决定 那不如生下来看看先 究竟是什么贵物 好吧 好吧 那过一段时间 很不容易 就是到了产期 十月为胎了 到产期了 上产了 结果上了来 真是一个男鹰 一个男鹰 是不是 那自己又很生气 自己很生气 是不是 生了个男孩出来 是不是 怎么办呢 那唯有将它吊到河中呢 是吧 希望没有人知道 吊在这间河的地方 河水吊在那里 静静静静地吊出去 但是那河水呢 你吊了下去 它又是回旋回来 你又是回旋回来 你又是回旋回来 然后它又回旋回来 那它在心里想 你那水浸你不死呢 天不居捷 想到这个 这个宝宝 肯定日后 可能有大福报 好吧 好了 没办法 唯有将它养大成人 再说 看看怎么样情况 于是母子 就以行喀为生活 到处行喀 对吧 到处行喀 行喀之中 儿子 他的手指指向哪里 那天就有收获 就喀到很多东西 有人给他 如果他的儿子指向塞 你又走去冬黑 他妈去冬黑 就黑不了什么 很奇怪 很神奇 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真是奇怪 不可理不信 不可思议 而是几年后 而是几年之后 有一天 他两母子行喀 又经过那间寺庙 一间寺庙 一间寺庙 那那个母亲呢 就将那个儿子呢 就摆进去那间寺庙那里 让他去玩一下 让他在庙那里玩一下 那怎么知道 玩一下玩一下呢 竟然来年 这些小孩你知道了 你夹起上来 他都不管你这么多了 那就来了年 刚刚这间庙 又是以前 就是那个 杜顺蕾丝那间庙 这些是说人员 又是那间庙 那神奇见到 就问他的母亲 他说这个小孩 谁带来这里的 他说来到这个寺庙 怎么可以随便来你 你做母亲怎么做 这些是佛堂的清静地 不可以磨泪的 不恭敬 当时呢 那个小孩呢 就会回答 这些真是神秧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到处都有佛 他说你告诉我 我听哪里没有佛的 我就去哪里来尿 我尿 三岁小孩都会说这些话 不简单 那四祖 那四祖 听到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小孩呢 不简单 真的有事不简单 说些话有事不简单 不简单 原先问这个小孩呢 他就是我 bland 他直接問那個小孩 你來這裡做什麼? 他跟子述說 他說我想來這裡修行成佛 那四祖就覺得好笑 他說你這麼小 年紀這麼小 誰知道什麼叫做修行 什麼叫做修行成佛的事 三歲的人 這麼好 快點回去 那麼我同志就反駁說 他說我七十歲修行在這裡 你又說我老 是吧 現在三歲修行你又嫌我早 是吧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禅師聽見 知道了 是吧 即是想起他的往事 知道這位老人家 以前呢 就叫他眾從事那個 所以那個眾從事那個老人家 叫他換個身子 就是這樣 就是他了 於是呢 他就跟那個母親說 他說 他說呢 你這個兒子呢 就前世以我呢 有一段佛縣 那就留在這裡 我幫你養大他 我幫你養大他 因為我跟他以前有緣 所以你想起不起了 那當時那個母親呢 當然是求之不得 是不是 快快去拜祭吧 有人肯帮他养大他 不用他自己去行黑了 后来四祖道信禅师 就被这个系统取了一个名字 是什么名字呢 就是黄仁 黄仁 佛名叫黄仁 黄仁就是我们的禅宗五祖 五祖 结果修行正果 当时四祖就将这个衣缝传给他 就是我们的禅宗五祖 有些看过这些关于禅宗的东西 就有这个资料的 建立了一个东新道场 东新道场 东新道场 我们禅宗呢 当时就是 总共 在印度传过来我们中国 传了六代祖师 禅宗 一祖就是达摩祖师 一祖就是达摩祖师 二祖就是慰好 三祖就是增产 四祖就是道信 道信仗师就传给黄仁祖师 再传下来就是维南大师 维南大师六祖 那之后就没有再传 禅宗就没有再传祖了 没有传依缝这个仪式 所以就是六个祖师 六类祖师 达摩祖师 怀可祖师 增产 道信 黄仁 怀仁 所以这些是真事实的 是真事实的 再说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皇帝 叫做顺治皇帝 大家都听过了 顺治皇帝 清朝 最后一个朝代 顺治皇帝 他就拜了 就拜了育南国师 为师父 育南国师 就是当时的国师 那 那 顺治皇帝 以前的脾气 就很暴躁 非常暴躁 经常 对他的那些神子 打打麻麻 一点都不客气 那那些神子 很多都怕怕 很多都怕怕 因为他脾气太差 因为皇帝不是开玩笑 对吗 后来 这个国师 教他 教他 佛法 还有 教导他之后 完全改变了 初次的脾气很暴躁 非常暴躁 后来 完全改变了 而且 对那些金银之宝 对那些 未来的猜切 也怕不理不睬 变世 他 001 002 002 001 001 002 001 002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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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2 离离散散的 所以 佛法就是不可思议 他写了很多诗 赞那些僧人的诗 有一部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朕为大地 申好主 朕 朕即是皇帝 大家听过朕 与自边族的关于朕 就是说他自己 我是大地的申好主 一个国家的皇帝 是申好主 幽国幽民 自尊凡 自己烦 自己烦 做个皇帝都觉得烦 是吗 你说 他说 百年 三万六千日 我们一百岁 总共有多少日呢 三万六千日 我们吃不吃到一百年呢 有些都 现在挺长寿的 九十几岁 一百年几岁都有 但是也很快 日子过得很快 我已经七十岁了 没多久 觉得自己还是年轻 真的很快 省了眼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去青年佛教协会 自己走上去 有多久 现在六十几岁了 二十几岁是四十年 几岁才走上去 一事无性 真是 百年三万六千日 他说 五及 三家半日 行 即是出家人 半日 三家半日 来是糊涂就开始迷 你想想我们小小个 他出生了嬰子 是不是糊涂糊涂 什么都不知道 走的事一样是梦茶茶 来是糊涂就开始迷 空罪人跟就走者会 歌都听得多了 空罪人跟走者会 是不是人生是不是很苦短 悲欢离合就多路累 皇帝写的这些诗 他都听得懂 何日清狠 谁得知 皇帝 多少人服侍他 他都认不清狠 有谁知道 是吧 那些神旨呢 那些神旨呢 只是访承他 那些妻妾呢 总是要钱 是吧 在争斗 是吧 今天又要你陪我 今天那个人又要陪他 你说一个人 可以陪谁呢 是吧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大家 世间难比就出家人了 是吧 如果真是收得好的 真是好 就很难比得出家人的 但是我收得不是那么好 不好意思啊 惭愧惭愧 如果真是收得清静那些 真是好刹脱的 不用记挂那么多 磨牵磨挂 就得清闲 他说你 古来 多少英雄汉 南北山头 就获土泥 我们大家 回头 多少英雄 好看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打江山 统一中国 现在何在 算是英雄了吧 多少 多少 不是获土泥 一堆黄泥 是吧 所以 世间 真是靠不住 当然我不是 叫大家什么都不要 大家先说明 这里是 讲佛法方面的 东西 空假中的 又要讲空又要讲假又要讲中 不是只说空又不行 个个不用坐等吃饭 不行 是吧 你一咪捧自己的盐子 过世不行 过不了世 一分钱带不走 是吧 这个 我们的佛法就是 你讲有又不行 讲没有又不行 这样的意思 是吧 所以有时候要讲空 有时候要讲有 看你什么 执什么 有些人执有 故执 你就要空破它 有些人 执空的 你就要给有它 有功德的 不是没有功德 那他就好了 他就得到甜头 就是人是这么奇怪 所以佛法也是这样 所以看什么对机说法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听我 说什么都没有 我们特工 都不用做了 生意都不用做了 大家等会睡觉 不是那一回事 对不起 他说呢 我今实守 西方海 不管千秋以万秋 皇帝 信治皇帝 结果呢 皇帝不要了 去了哪里 五台山 山西的五台山 我曾经去过 没多久 大家有机会去行 非常清亮地 民事菩萨 大致民事菩萨的道场 那些山很漂亮 上面全部都是自然的花生像 很清新的空气 很难得 很奇景 真是清亮世界 五台山 那真是汗破坊 我现在讲了两个故事 希望大家要有点体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要警觉 世间的东西 我们不是不要 不是不要 佛法不离世间佛 是吧 是怎样去看 吃饭 睡觉 都是佛法 看你懂不懂 吃 懂不懂 睡 懂 懂 吃饭 不想那么多 不说那么多 静静地吃 不浪费 吃一粒饭 都要想想 那些饭是哪里来的 有多少人为你辛苦 要经过多少人手脚 就是要这样吃 不是说我有钱 我叫多多 要长面 吃不完就倒掉了 我有钱而已 是吧 我要排场 不可以这样 所以佛法在心里 不是说外面 有钱也不可以这样 是吧 所以要体会 肺肺警觉 贵为一局之军 他都觉得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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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皇帝 那个位 走去这个五台山出街 何况我们的普通的市民百姓 执着做什么呢 被人骂两句 心不舒服 没有意思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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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气 是吧 人家骂你 当教你 是吧 骂你 和你烧业仗 是吧 所以忍者无敌 这意思 做大事人是忍得的 是吧 你骂我 我多谢你 是吧 这样是吧 骂你 有可能你前世骂个人 你打人 人打你 有可能你前世打个人 说恩果 佛教是很讲恩的 很重视恩果 一定有恩有果 种瓜得瓜 不用问我 种瓜得瓜 你说是什么 没有理由种瓜得分数的 事实是 一定是这样 没有可能变大样 你对人家不好 明天人肯定对你不好 我不是即时对你不好 下次好了 我认识你 下次你有什么求到我 我就不理你了 就是人心 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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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 是吧 如果做到不现实的 你今天对我不好 我一样对你好 永远对你好 这个就是佛佛 这个就是菩萨 这个就是菩萨 不论你是亲人好 朋友好 其他人好 我要当你前母都是我父母 那我便无所谓 你骂我 你是我父母 你教我 所以我们大家对金银资宝 一切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缘最后 没有可能永恒的 不会永恒的 一定是变的 没有一样是永恒长久的 是吧 是吧 云凡永的都市 一样有衰落的一天 一样有变化一天 是吧 中国我们以前很穷 现在就富有起来 是吧 所以一样是 不会永恒 也不会让你 长期是这样 所以只有佛佛 才是保重之保 才是难得难求 是大家有这个佛音 干嘛是你听到佛法 如果不是 未必听得到 简简单单说一句佛字 大家未必听得到 听得到你未必相信 你都不知道讲什么 是吧 我怕是听你 我啰嗦 我怕你太阳修好过了 是吧 所以这些 你肯听我讲 证明你都要有这个佛音 曾经以前那些是做佛歌 是吧 那话归正题 我讲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要讲一下乖衣是意义的 是吧 讲乖衣是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 归衣当然是佛教 讲关于佛的东西 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学 什么是佛法 什么叫佛教 最后我们要怎么学佛 最后我们要怎么学佛 这些才是正题 我希望大家 让大家听我讲一下 不要嫌疑我 不要嫌疑我 那佛呢 就是说 觉悟 这个意思 是 各字 是吧 佛就是印度的 话 这个意思 印度 就是佛 中国文字就写佛 意思就是 觉悟 这个意思 如果不觉悟 就是不是佛 就是众生 迈的 我们的迈就变了众生 这个跟我有亲的 那个不是我亲的 我就不娶他 不帮他 跟我亲的我就帮他 那变了迈的 应该是一家亲 所有都是自己的前世父母 因为一个人是多生多世 所以佛是觉者 是有正见 有体验 有无证 世上的真理 所以成为世界上人格 最高超 最圆满 最伟大的人 什么佛学呢 佛学就是成佛的 佛学就是成佛的理论 这是理论来的 成佛的理论 佛法呢 佛法就是实行理论 以求成佛的方法 佛法就是成佛的方法 佛教呢 就是总括佛学 和佛法 所以叫做佛教 佛法是觉者 觉悟 就不是迈 迈就是我们众生 因为我们贪 迈嘛 贪迈 佛就不会贪的 一切都是自己 是吧 一切见得到的东西都是自己 我们是看表面 所以就迈 佛学就是说理论 成佛的理论 佛法呢 就是成佛的方法 佛教呢 就是总括佛学 和佛法 为了佛教 那贵意 究竟有什么意义啊 说贵意的意义嘛 今天正题 贵意的意义嘛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说老土的有什么 有什么 对不对 你关于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我去信 其他教我可以上天堂 信者得救 我信佛有什么 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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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世界 世界人 最喜欢 说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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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 归于佛者 就得大吉利 吉利 吉长的吉 利益的利 得大吉利 日夜深中 就不利念法 念法就是念觉 觉音 清醒 不会埋 那就觉 对不对 对不对 以前呢 我们乡下就斗那些 那些 多少 多少 什么 坏分子 叫做 哎 跟他 斗他 他不 斗他 反他 反他 那么 反醒 那就是说 他不觉悟 这样解嘛 不觉悟 要斗 斗到他觉悟为止 你向下以前是这样的 有些人 欲下被人 拉去 斗 那么 那么 归于佛者 就得大吉利 日夜深中 不利念法 归于 增者 增就是 生人 一个企人 变一个增 曾经 那增 生人 生者 归于 生者 就是 生人 得大吉利 日夜深中 不利念增 所以归于 佛 佛僧 三宝 所以叫做三宝 其他都不是 真是宝 佛 佛僧 是三宝 世间虚有 如果真的 修行好 那些 是吧 就是抛弃一切 去读 去横佛 这些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对 七家人 要尊重 是吧 不看法面 也看争 是吧 就是出家人 真是很难得的 当然 他有些个别 修得不好 包括我 当然 这个不是讲这些个别的 我们讲普遍 团体性的 整体性的 争人 是值得我们 尊重 尊敬 那么 事事处似 还有 龙天护慈 归于佛 归于义 有龙天护慈 菩萨家庇 这些不是说 表面的东西 这些是 在模型中 自己不知道的 家责平安 福为增长 所以归于 归于佛 归于三宝 有这些好处 有这些好处 什么叫做三归于 就是说 以佛 佛增 在我们 立身 处世的准则 在我们的准则 立身 处世准则 佛 佛祖 是我们的母佛 祂是人修成的 祂是以成之佛 我们是未成 是想成 未成 我们都有条件 有机会 问题是我们 什么时候 人人都可以成佛 因为佛姓是平等的 众生是平等 只不过是迷国 一招我们 觉悟了 我们成佛 我们一样有机会 佛是一个 具有真知出见 大国大物的圣人 是我们人类最磁场 最伟大的导师 是我们的导师 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们 就要学佛 如果不是释迦曼佛 告诉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有佛教这回事 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 佛菩萨慈悲 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人类 太苦 众生太苦 希望我们 利苦得乐 佛 是佛 所觉悟的道理 佛都要修 它是多劫修 不是这么简单 多劫修行 佛是佛所觉悟的道理 三藏十二部 一切经典 佛讲了三藏十二部 一切经典 这些经典 是明灯 不灭的明灯 就是好像我们夜晚黑黑暗 有点灯 明灯照着我们 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幸福快乐 所以我们要深入去研究 去学习经典 去顺法 去顺法 去修行 因为我们人生真的 有钱有有钱的苦 穷有穷人的苦 百种苦万种苦 很多苦 说不出那么多 大家可以想想 有钱人一样苦 不过他没有跟你说 现在你看到 见魂 多少有钱人 家庭 都是争,争争家产 争什么 争什么 但我不是取笑他们 这些是很平常的 因为人又不觉悟 何必呢 大家兄弟姊妹 但是就是这样 如果我还没出家 我以前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们是不明白 觉得金银资宝钱财很爱 谁知道一分钱都带不走 但你不到的地步 你不是想不到的 当时你多钱的时候 当钱财太多的时候 你真的买了 增是嫌持戒律的出家众 它是舍弃人根富贵 所以叫做贫增贫增 大家听到了 是豌扬佛法普渡众生 增是我们生活行为中的神知识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 亲近 请教 增人 去罚罚增 所以我们要归心保 罚罚增 所以我们大家都明白 人生真的是苦的 是无常的 几十年光景 很快过去 很快过去 一切世间的东西 都是因言所生 云云化化 好像金刚经说的 蒙云泡影 蒙云泡影 水 水液氧化 好像液缸照到水那里 有没有液缸 没有的 天上照着来的 我们以为那些是液缸在那里 实际不是 所以世间的钱财都是这样 以为那些是永恒 不是永恒 有亿生家都是不是永恒的 那些子女如果是 后顺的和保管的财产 都更好一些 如果是不好的 还害了她 是吧 那你说 当然 有钱有有钱的好处 我们可以做很多善事 是吧 对社会可以多贡献 但是要懂得洗 懂得用 是吧 韩山大师有说 可贪浮生人 又又何日了 韩山大师 韩山子 韩山十德 大家听过 有些可能都会听过 朝朝就无限时 年年就不觉老 总为求医食 令心就生烦恼 幽幽千百年去累于屋道 我们真的经常去累于屋道 一下不小心做错事 就去屋道那里 什么屋道呢 三屋道 有六屋道嘛 天 人 恶修罗 三屋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三屋道 一不小心落三屋道 落了三屋道 你想上三屋道 又是很艰难的 是吧 因为你梦了 在三屋道你怎么收呢 人都不收了 你何况落它怎么收 是吧 古书有说 录得百花成物后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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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黄蜂蜜蜂那样 天天飞去录物 结果录这些物 之后被人割了去 自己得过什么 得过零 是吧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是吧 很难说一个人 所以人的寿命 实马间 今天见到明天未必见到 当然大家来试下 最后各位 我祝大家尝试 身体健康 祝大家尝试 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要快快信佛 要念佛 佛法才是保中之保 才是难得难闻的 现在已经听到了 就是我们无量劫以来 就有中了佛恩 大家才有这个机会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希望大家尽快 未归意的 希望有机会 快点归意 归了意之后 慢慢对认识了 想受戒的 受五戒 慢慢对佛学 多点看看 请教一下 如何收持 对我们非常好 难得 既然我们相信佛法 就要学佛了 首先就要三归意 归意三保 如果不是 我们不信是一个佛教徒 我信佛 但是我没有归意这个 但是不信一个佛教徒 挂名自己 我看佛书 看佛经 但是你不信佛教徒 为什么呢 好像我们读书而已 小孩读书 你不去报名 不去注册 这个学校不承认你 你还是一个外边的 或者是旁听生 你都不是正式 是我学校的学生 佛教都是这样 你一定要归意 受戒 你受戒 这都是佛大使 再受戒 受戒好像有菩萨加持 受戒有25位菩萨加持 一条街有25位菩萨加持 5条街有25位菩萨加持 那再说我们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的身体要有所认识 为什么要信佛呢 我们的人身体不是我们的 这个身体是假象 有肥有瘦有好有丑 这个身体是借给你用的 是一个学来的 佛性才是我们自己 懂得说话的人是我们自己 说话的人还要清静才是我们自己 是吧 邪知邪见的不是我们自己 正知正见的那些 清静心的那些 慈悲心的那些 才是我们自己 好像说 有一个语言 就是 在大海中 语言不是蛤语言 那种语言 叫做语言 寶贵头的那种语言 大海中有一个小波浪 说个小小事 有一个小波浪 看到一个大波浪 很威 风涌澎湃 波浪 大家听到海水波浪 风大的时候 很大的波浪 风涌澎湃 很威 自己小波浪 当然是觉得很惨愧 就叹气了 他说 哎呀 我很痛苦 我是小波浪 看到人家波浪 这么大 很小 是威 是小 我又这么小 一定有大一小 人都是 有大人 有小人 有高人 有矮人 就觉得自己惨愧 叹气了 他说这么大 为什么会这么渺小 小波浪 是吧 他说人家大波浪 你冲得又快 又快又高 我又跑得又慢 又小 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别大的波浪 前来跟他说 跟小波浪说 他说你没有看清楚自己 才会痛苦 我看起台楼 看看 难道我不是波浪吗 他又是波浪 我又是波浪 他又说 波浪 只是你点沉的现象 点沉的现象 波浪 一高一幅 一高一幅 这个是点沉的现象 其实呢 他说你是水 水才是你 波浪不是你 他说 他说我是水 小波浪 我是水 大波浪 大波浪 是对 你是水 那么我们的本体呢 就是水 大波浪 小波浪 本体是水 所以你不要 让那些外表 形体 而迷惑了 以自尋 愤怒 所以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他有钱人真是威 三妻四妾 全世界都有他的物业 大公司 想去哪里就有哪里 天天草飞机就多过我们乘巴士 但是你不知道人家痛苦 但是实际呢 人是一样的 是吧 他 如果肯收呢 他都成佛 如果他不肯收 可能比我们辞 我们穷啊 是吧 我们容易听说啊 我叫我们信法 我们肯信 他未必肯信 我这么快乐 这么有钱 我叫我信法 我取你数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大波浪和小波浪说 他说你是水啊 波浪是外表的形体来的 他说 他说你大波浪和小波浪 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实际呢 水的湿性呢 是没有差别的 是吧 水是属于湿性 性才是 水只不过是形体来的 波浪是形体 人呢 佛性才是自己的 身体不是自己的 身体是泥土来的 是尘来的 是吧 肉啊 骨啊 这些化为泥土 这个血啊 鼻水啊 尿液啊 这些化为水 暖气啊 化为火 呼吸啊 变为风 四大组合 四大组合 加上我们的本性 那个性 神 就是所谓的神色 所以我们收拾了这个身体 薄命不肯放 所以才会痛苦 如果我们一招 我们能够放下这些 我们就没有那么大分别 所以学法就有这样的好处 法经常就教我们这些 不是教你赚钱的 是吧 不是教你赚钱 当然 你学法好呢 自然有钱 是吧 自然有财宝 福 为相争 是吧 你不用求 衣食风俗 是吧 地藏菩萨呢 为什么叫地藏呢 地藏菩萨 一切从地起 是吧 是吧 地中有藏嘛 地有宝嘛 宝藏嘛 是吧 是吧 地藏菩萨 我们听过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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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慈悲 他的大愿 是不可限量 是吧 佛祖啊 都说 以佛万观估 都看不到 这么多 是吧 你说多难得 佛 就是地藏菩萨 佛的大愿 光木女啊 那个 那个 什么呀 化很多身 去度化 是吧 你要去地狱度中生 他说地狱不空不成佛 是吧 你地狱何时来度空 这个愿 你说何时能够做得到 大概就要做得到 所以 我们人类 包括他所有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都能够成佛的 只是我们 迷影悟之间 如果我们悟 就是成佛了 迷就是我们众生 最迷得深一点 就是其他众生 人算是好 可以听到佛 是难得 不知有多少势秀行 才能够做到人 大家 不可以放弃 不可以错过 梵网经有说 他说 时日已过 命亦随感 我现在说 刚才来的时候 六点几 未够六点钟 现在七点 九点就来了 时日已过 很快过 眨眼过 两三个钟 很快过 命亦随感 我们的命又 減少了 不是增加了 是減少了 是吧 小孩子说 长大了 我们老人家来说 減少了 少了一天 现在 是吧 多快呢 命亦随感 乙少水乙 就是池塘的乙 那些水慢慢少 那些乙想生 都挺难 是吧 是有何乐 梵网经说 是吧 是日已过 命亦随感 而小水乙 是有何乐 普遍菩萨 景仲解 说 当勤精进 叫大家要精进 遗救头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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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头上 族虎 是吧 头上族虎 危险 遗救头缘 但念无上 生物放日 各位呢 如果有 未归意的 尽快贵意 尽快贵意 贵了意的 能够受五戒的 受五戒 没有迟数的呢 希望有缘就迟数了 迟数是非常好的 不实生 是吧 当然我不是 叫大家立刻 要尽数 但是尽数好 非常好 对身体好 对消化系统好 我以前 为下水很辛苦 半夜三更一通 痛餐好几个钟头 自从尽数之后 就没有这回事 肚腩都大了 以前根本没有肚腩 一枝粥这样的 肚腩叫肺下水 肚腩的肚腩 肚腩就像这个麦筒 这样的肚腩 肚腩的肚腩 肚腩就垂了 吃了素之后就没事了 你说是否记得 根本到处去看医生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今天听我在这里说 这个 讲一些 关于佛教上的东西 希望大家 能够有所得益 能够明白了一些东西 明白一些东西 能够尽数的 最好尽数 为什么呢 因为尽数呢 我们吃肉呢 那些肉呢 那些肉呢 有可能是我们前世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的前世 因为佛教说恩果 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 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多少 那你吃我们父母 多何人呢 是吧 这个有机会 所以我们吃素 我吃素就是这样的 我当一切是我父母 一切是我父母 一切众生是我父母 那他呢 菩萨加持你了 菩萨加持你了 就想你吃素 那我看到那些肉呢 很怕 就是特别去市场啊 经过呢 聞到那些肉味很怕 就是很臭素 就是那种酥面 而蝦蟹那些臭素很怕 就是这些是自然反感啊 肉边菜都不想吃 都吃不下口 所以邪素呢 很多方面非常好 一来可以对身体很大帮助 会抢受 二来呢 慈悲心 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佛教一定要有慈悲心 大慈大悲嘛 观世音菩萨 是吧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嘛 所以呢 今天呢 我简简单单讲了 这些 主要是叫大家 明白 怪异的意义 怪异的意义 说了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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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嗦了一段 是吧 希望大家呢 对不起 大家从白亡中抽时间来听我说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和大家聚会 希望 大家呢 都好给面 捧我唱 好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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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呢 在羞耻方面呢 都是不是收得那么好 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也是在收持感 希望逐步逐步收 是吧 就是一个人不是说 一下收就收得成 是吧 就是逐样逐样 最主要知错能改 是吧 谁人没错呢 所以出家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对出家人要这样看 不要说这个出家人要这样的 我们不可以得罪他 是吧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出家人一定要尊敬 不论他收得好也不好 收得不好是他自己局下的事 他会收的 是吧 他既然出了家他会收的 佛菩萨看着他 我们要尊重他 去到道场我们就要礼佛 来佛 这个 拜一拜佛呢 就消我们千万亿劫罪 是吧 消这个千万亿劫罪 所以我们多拜佛 如果不懂的地方呢 多请教 如何拜 如何来 对出家人呢 对出家人呢 最低限度 见到面 大家合个十 对吧 叫阿弥陀佛 对我们自己呢 有福报 有福报 因为我们对出家人是吉祥 是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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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意头 不是不好意头 是吧 所以是好能得的 是吉祥 就是吉祥 就是吉祥 一定要结众生业 对每个人都好 他有缺点 我们要善意去跟他说 不要当面在大众面前说他不对 或者背后 有时被人落台街 所以我们对人都将心比己 对一切公司同事家中 我们多样人 多体恤人 多去宽恕人 我们自己就会有福报 有福报 今天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 都很称愧 时间都差不多 都骗了大家 坐了几个小时 不好意思 最后我祝愿在座各位 合家平安 六时吉祥 福怀增进 祖证佛道 希望你们能够祖证佛道 身体健康 二日吉祥 阿弥陀佛 大家有机会再见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起立 合掌